您好,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儿聊天讲故事 经略五省的大学士复衡啊 来到了金川前线 其实啊,刚一来,他就打听了主意 哎,什么主意呢? 一定要踏平大小金川 生擒或者是铲除这球手沙罗奔 以及啊,沙罗奔的侄子郎卡 可是啊,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办好了的事 正在这复衡啊,制定周密作战计划的同时 朝里边的皇帝啊,来了信了 要求这傅衡是立即撤兵 撤兵的理由啊,那也是天下劫之的 哎,这么打金川呢,实在是太费钱了 结果无论是什么,这朝廷啊 已然支撑不下去了 这戏仗啊,前文书咱们已经算过了 这傅衡没有办法啊 也只好遵从这皇帝的圣旨 带到明年来春 也就是乾隆十四年的春天啊 开始撤军 可是这傅衡呢,他也有自己的打算 他觉得呀,即便是不能踏平这大小金川 这沙罗奔呢,也必须是出迎投降 这傅衡的意思是说呀 我得看着你沙罗奔 心服口服,哪哪都服了朝廷 惧怕这朝廷的大军这么一来啊 我才能放心的离开金川 如此呢,也能够保证这条啊 从西南到这个魏赃地区咽喉要道的畅通 于是就在这个乾隆十四年的争议 这傅衡就亲笔写下了一封建书 设到沙罗奔的营寨 那意思就是说呀,听说呀 这个沙罗奔有心的归降大清 所以说呢,我也愿意派人跟你来和谈 这一下子沙罗奔和这个朗卡 舒之二人的心里就敞亮多了 因为这傅衡原来可不是这么说的 这傅衡刚到前线的时候 这沙罗奔呢,其实就感觉到压力了 于是就有心投降 他派这个前线的军士啊 向清军喊话 那意思就是说呀 我们这个大顾扎沙罗奔是愿意投降清军 从此啊,罢兵不战,愿做良民 并且呢,在这投降书上啊 很具体的给了复衡啊六项承诺 一,自今以后不敢侵扰林三 哎,这第一条啊,很说明问题 其实啊,这沙罗奔他反了吗 他没反 他真正的去打这个清军大营了吗 去攻打清军的驻地打建炉了吗 没有 他只不过呀,是攻打了其他的土分 哎,侵占了小金川而已 这不免呢,在其中啊 就和这清军呢,他有了摩擦 第二条,为天朝出兵 共义比各土司一家绵绵 诸事为命是从 这条呢,就是说呀 从此以后全听这个天朝大皇帝的 为这个伯克达汗呢 马首是瞻 并且呀,还要争取做一名模范土司 哎,比别的部落呀,做的要好 这第三条,进行退出所占临番之地 第四条,秦霍辅诸向来勿犯天兵的凶手 这一条就比较虚了 什么是这个勿犯天兵的凶手呢 当然了,他们指的是啊 最初和这个清军有摩擦的那部分人 那后来两军打起来了 杀了无数清军的大金川士兵 算不算是挑头元凶呢 哎,这当然不能算了 并且呀,这元凶啊 也是答应你勤获扶珠 至于勤获勤获不住啊 哎,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第五条,西行宋环从前掠夺内地的人民马匹 这一条是完全应该的 因为这里边啊,还涉及到有汉人 都是一些啊,有手艺的汉人工匠 第六,诏数献出,枪炮军械 哎,既然是投降嘛,这也是应该的 有了这六条啊,就能证明这沙罗奔的起降啊 他应该是出自真心 不过呢,既然有这六条在 那么金川方面呢,就还有一条 沙罗奔,朗卡是不能露面 不能承担战争责任 你这清政府啊,大清朝廷 也不能按战犯来处理这两个人 刚来金川的富衡啊,那会儿心情正高 听完这六条,以及那条附加条件之后啊 当时就撞了,当时的富衡啊 也给沙罗奔透过话去了 富衡说呀,甭跟我这儿啊,卖关子兜圈子 我这儿啊,也有一条章程 如果不按我这条章程办呢 你那些条款全是扯淡 我们呢,跟你们金川人民没意见 我们有意见的就是你,沙罗奔 和你的侄子朗卡 对你们两个人呢 我这儿啊,就只有一条 简单了,十个字 若亲父复原,方代已不死 那这十个字什么意思啊 这十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呀 你们两个人把自个儿捆结实了 跪到我的圆门前头 我呀,就考虑饶你们不死 方代已不死 就是说呀,我考虑考虑 可能饶你不死 这爷儿俩看完这封信之后啊 哎,摸了摸自个儿的脑袋 感觉这个东西啊 还是长在自个儿的枪子上啊 哎,它比较好 哦,我们爷儿俩把自个儿捆上 交到你的圆门上去 然后死不死的 还得看你乐意不乐意 哎,关键是啊 我们是投人 我们是啊,这寨子里的故扎 既然呢,敢捅你大青这个马蜂窝呀 我们也不怕死 这里边你也没说清楚 我们死就死了 哎,我们的族人你们将怎么对待呀 好,我们束手就擒之后 你指挥大军在沙上成寨 毁雕灭寨呀 然后把我的族人一通清算 要是这样啊 那肯定是不行 所以这双方呢 又相持了一段时间 知道这乾隆皇帝要调副衡回京 并且呀,设下了最后的期限 哎,以乾隆十四年五月为底线 这傅恒,傅老六 才和这个营中重将,岳中齐等人 一起商议,同意和谈 这剑书啊,射到对方成寨之后 那就等回音吧 哎,这没有几天的功夫啊 这回信呢,还就争来了 也是一封剑书 就射到了清军的营寨当中 这封信呢,也不复杂 也就是寥寥几行 上面写着呀,这大金川土官政府使沙罗奔 跪请经略大学士安 我等待等越东美老君们来承寨 共上投诚一事 他人,免谈 这傅恒接到信之后也是很为难 于是啊,就找来了岳中齐岳老将军呢 共同商议此事 岳中齐读完这封信之后 我是哈哈大笑 说看来呀,还真得就我跑一趟了 卖卖这老金谷 这会儿啊,副将们听说此事之后 也都来到了中军大寨 您像什么这个马光祖啊 赵慧啊,六华清啊 都来了 这大伙说这老爷子 您不能独自犯险呢 您哪,得多带点兵 这岳老将军说呀 那多带兵叫什么和谈呢 我也不用别人 我就用啊,从家里带来的 十三个亲兵就行了 加上我呀,我们仪十四个 今天就动身进山 沙罗奔呢,这让我了解 在凭青海叛乱的时候啊 他和我一同出川做个战 再有呢,我总归对这大金川呢 有过恩典 他还不至于加害于我 于是众人以水代酒 给这岳中齐老军们就见了行 这岳中齐啊,就真带着自己的十三个金髓 骑着十四匹马,出了这个卡萨营寨 奔着个大金川的老营方向啊 就出发了 这前哨虽然离的只有一间地 但是啊,真从这个卡萨营寨 到这个乐乌伟老寨 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 咱们先让啊,这岳中齐 岳军们走着 咱们先说说呀 在乐乌伟老寨当中的沙罗奔 他们是怎么想的 一定要让这个岳中齐来到城寨 才能开启和谈呢 因为啊,这沙罗奔和这岳中齐 确实是有交情 这岳中齐啊 也是在清军大营当中 众多的带兵的将领啊 这沙罗奔唯一能信得过的 可是他早为什么不见这岳中齐呢 说实话呀 他就一直不相信这岳中齐啊 来到了前线 当年啊,这岳中齐因为打了败仗 在青海获罪 被押解到了北京 不但有了牢狱之灾 还差点啊 就让这雍正皇帝判了死刑 这些啊 这沙罗奔都有耳闻 后来啊,就又有传说 说这岳中齐啊 哎,抗刑不顾 死在北京刑部的大牢里了 有人说不是啊 这乾隆大皇帝 伯格达汗一登基以后啊 就把这岳中齐岳老军们放回来了 可是啊,回到了成都 没有多久就死了 总之是无论哪一种传说呀 这岳中齐啊都已经不在人数了 这沙罗奔呢 当时确实还难过了一段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这岳中齐对这个大金川呢 他确实有恩 当年这岳中齐掌握兵权的时候啊 那会儿啊 还是这个亲命宁远大将军 就因为这沙罗奔呢 当年在青海平贯的时候作战英勇 所以呢,这岳中齐也很看得起他 岳中齐也对沙罗奔的感情啊 就比起对其他吐司要强得多 川西地区啊 自古气候环境就都恶劣 尤其是大小金川地区 不但呢气候不好 可跟土地也不多 哎,咱们这得说明一下啊 这是那会儿 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我也不清楚 等哪天啊 我看看去再跟您说明 在当年啊 有了灾年的时候啊 坐镇军中的岳中齐啊 还不忘拉着大金川一把 粮食不匹 药物帐篷 没少的阶级大金川 这大金川里啊 包括沙罗奔在内的这些老人啊 都是这个岳中齐啊 为恩人 所以说 他们听说这岳中齐 岳军们先逝了 死了 他们呀 还挺伤心 后来这岳中齐啊 被乾隆皇帝起伏 来到了金川前线 哎,这沙罗奔呢 也有耳闻 可是啊 他就不信 直到后来啊 有认识着岳中齐的人呢 远远的在前线 看到了岳军们 主着拐杖指挥战斗 这样啊 报给了沙罗奔 这沙罗奔才知道 这岳中齐原来没死 就在金川前线 所以这次投诚啊 他指名典型 让岳中齐啊 来到他的营寨当中 共同商议投诚的大事 至于啊 这岳中齐岳军们 来到这个沙罗奔的老鹰 乐无为 能不能说服 沙罗奔朗卡的 叔侄二人呢 盗检双臂 是出银投降 咱们明天 接着聊 咱们